这个女人正站在海边沐浴着阳光 可下一秒成群的海鸥就出现在了她的头顶 她们就像是接受到了某种信号一般 飞速地逃离这片海域的上空 纳塔莎缓过神后看向面前的大海 一种巨大的危险气息瞬间扑面而来 她见状把腿就跑 此时餐馆中的客人也看见了这一幕 一瞬间所有人都化为一头脱缰的野驴开始夺命狂奔 没一会儿纳塔莎看见了她的男朋友 本以为她会带着纳塔莎一起离开 但下一秒我就发现是我想拨了 她为了保住自己的狗命 竟直接狠心地启动了车子 完全不顾女友的死活 纳塔莎只好扛着巴基大风跑上了自己的车子 但奈何为时已晚 她慌忙地拿出手机给希格尔打去了电话 但希格尔此时却在另一边拯救着查理的性命 面对这种灾难谁都无能为力 现在他们能做的就是要尽快离开这里 如果再不走他们两个都得死 希格尔的电话无人接听纳塔莎陷入绝望 她只好给希格尔留了条语音 话音刚落 近十米高的巨浪就朝着她这边席卷来 与此同时 希格尔二人坐上了直升机 就在海浪马上要将他们淹没至极 直升机也及时地升到了空中 仅仅是一瞬间 海啸就摧毁了这一切 回到家后 希格尔一遍又一遍地听着纳塔莎的留言 她表情毫无波澜 不是不难过 而是心一碎 这边痛失男友的查理也是如此 不久后 医学专家塞希尔紧急召开了一场媒体会议 从最初的日本海域开始 变异湖军已经渗透到了每一片海域 塞希尔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人为造成的一场灾难 地球上有40%的人口生活在沿海区域 如果成群的螃蟹不断登陆的话 那人类就会发生史上最大一次规模的迁移 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塞希尔博士决定做些什么 于是在晚上的时候 塞希尔就主动与希格尔取得了联系 他将内心所想象希格尔如实告知 现在用科学已经无法解释近期发生的一切了 如果说龙虾被渔民打捞上岸是被动 那么现在螃蟹大军上岸攻击人类就是化被动为主动了 这种行为根本就无法用自然科学来解释 虽然这听起来很离谱 但他却仍然觉得这就是海洋生物对人类的一种反击一种报复 令塞希尔没有想到的是 西格尔博士竟然无比赞同他的观点 第二天各个领域的大佬就齐聚一堂 他们将所有事情都串联了起来 席人的鲸鱼 长着獠牙的冰虫 变异的一辈 自带军毒株的螃蟹大军 最终他们一致认定 海底一定存在着某种超高智慧的变异生物 它在左右着每个海洋生物的思想 并且想要试图创造新的世界格局 再往大了点说 这个高智慧生物也并不排除外星智能的可能 通过商议 最终他们一致决定前往深海一探究竟 但前提是他们必须要有大量的财力和物力的支持 于是西格尔便带头向世界海洋研究局发出了批准申请 但结果可想而知 他们认为西格尔一定是脑子坏掉 才能说出这些违背自然科学的鬼话 然而就在他们以为出海的事情要就此搁浅了的时候 三船的木村老总却给了他们一个机会 虽然西格尔没能说服海洋研究总局批准他的任务 但是他却说服了木村 他选择相信西格尔并决定全力支持他们 木村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我靠这个星球的恩赐发了大财 现在我想回报他 尽我所能地弥补我们小日子 对海洋对地球所造成的巨大伤害 虽然木村的话看起来很有诚意 但是说白了他也有他的目的 因为如果不早点找出真相 那么他的资源开采公司也会深受其害 但不管出于何种目的 木村的支持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场急事语 临出发前西格尔做了最后的确认 每个人都没有退缩 他们决心要找出这场灾难的真相 临出发前每个人都和家人做了悲痛的告别 唯独西格尔一个人孤零零地听着那他傻的留言 无比悲伤地流着泪 老铁们 原剧整整六集的铺垫终于完毕 想必剩下的最后两集一定更加精彩 我们下周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